哈喽 哈喽 嗨 我管 给我们留一点可以吗 真是不怕我们 嘿朋友们礼拜一好 今天是我们的视频拍摄日 今天我们全家总动员 帮我们新港的豪宅listing 1300万的房子拍一个 不一样的卖房视频 当然我们也会拍一集 跟过去常规介绍 相似的这种house tour but not today 今天我们拍一个 稍微有一点点区别的 稍后专门展示给大家看 vlog我们也继续讲背后的故事 拜拜 领导 领导 怎么了 领工师的领导 领工师的领总 变成领导 变成领导 变成领导了 给大家打开看一下超舒服的这个院子 简直已经重复了很多次了 但是依然要再讲一遍 my dream house hello hello 你好 怎么样这个房子跟你们家的比也不逊色啊 比我们家好多了 真是在newport 又新 地又大 舒阳家的房子是在油柏林的 他们家的院子占地比这个更大 但是油柏林的整体上的区位 跟这个房子还是稍微差一点 对 正对面就是那个fashion island 气温可能比越柏林那里低个5度左右吧 就是这个地方比较冬暖 下凉一点 对 夏天气候会更好 虽然都是在加州一个小时之内车程 但差别还蛮大的 跟你们讲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每一次 真的是每一次 every time 我们想要拍摄一个房子的视频的时候 旁边都会有邻居 要么在捡草 要么在修树 今天更夸张了 邻居在捡树 整个一个就嗡嗡叫 哇哦 哼 不知道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去问他们可不可以抛击一下 算了吧 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计划拍摄吧 你两个说好 不用不用 现在就是已经 开你们已经坐在这里 现在开始 这是领导 这是国导 正在指挥小小演员们 没事 我一会回去再拿一点面包过来 然后我们发现好 带的面包不够 万一表演的时候 面包已经吃完了 小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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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真的把它吃完了 对 我们缺少一个后勤组 后勤保当不到位 就慢慢走 这可以走快一点 那不要太满 走到那些 然后你就 对 然后你就走出来 我在它的后面拍 然后都这样走走走 然后你就稍微往出房子 躲一下 他们刚好就 好了好了 好开心 鲁肯带来大宽 Hello 大卫说 Hello 直接改名叫大卫说了 对大卫说了 我忘了戴眼镜 墨镜也要戴上 这个眼镜好看 可以吧 Sorina送的 这不错 大卫送的我双Jordan 我还没穿呢 是Sorina送的 不错 他那人对我都很好 待会我们拍摄的间隙 我会去下我们另外一个listing 在新港的Bellcourt Seven Cheshire 然后差不多西洋十分 再回来这里拍 对 因为陆克尔是去基建训练了 所以我们拍摄暂停了 好 今天的拍摄需要小演员的帮助 真的 对 领导 国导 我们设计了一个小短片 还不错 还不错 第一次 你看领导已经把我们的菲利亚瑟的服装做出来了 对 我们已经进军服装界了 对 然后马上要进军演艺界 演艺界都有 变成一个综合的地产公司了 不是只卖房子 I do too much I do too much I do too much 天哪 今天的云彩有多低 新港的楼都在云里 隔壁已经卖掉的4号Cheshire做了白蚁的茶沙 整个房子包起来了 这种情况就是白蚁会比较多比较严重 局部的处理已经不适用了 所以就会整屋像热气球一样 Seven Cheshire 我们的这间新房源也准备好了 今天晚上拍照明天上市 所以先不拍video给大家了 大家可以在网上各大媒体平台都看到 这是厨房用餐的地方 这个房子的宝贵之处在于它的无敌大后院 Huge 16000尺的占地 这里做一个篮球场绰绰有余 边角是泳池 之前视频已经show过了 对 这个房子 本周六和周日应该不出意外的话 会做Open House 欢迎大家来 西京港的Bell Court 地址是Seven Cheshire Court 放在视频的下方 我们每一次计划拍摄从来没有顺利过 比如说我们今天计划的一个镜头 就是夕阳西下的时候 孩子们在草地上稀耍玩闹的样子 结果你看这个云都滴到云雾缭绕了 所以今天这个肯定是拍不到我们想的画面了 我们也拍在后院里面 Lukas还没回来 还在基建 Fayana让我陪他玩 其实这本来应该是我们今天拍摄的其中一组画面 是的 但是你要有Lukas在里面 但我们做了一个失误的事情 我们忘了带外头 真的好冷 OK Lukas回来了 Let's get back to work 我们下面一个镜头 拍这个片子还要换装 我的主要的衣服是这件 比较beach style的 然后我现在换的这一件 就显示我是在不同的时间扮演不同的角色 现在就再换回来 大家还记得我之前拍视频说过我的财务规划师给我们提了一个建议 说我们每年可以给孩子发一些工资 这样可以抵一些税 我们不是单纯的为了抵税而乱给他们发工资 而是他们真的有actually的帮我们work 做很多事情 所以这个房子你说我们拍个短片卖掉之后 我是不是应该付了一些钱 当然应该了 对不对 OK 打完收工 还不能说打完收工 今天暂时收工 拍了一些镜头还缺了一些镜头 明天再回来拍 那我们除了今天视频中这两间房子之外 我们在Pelican Ridge 还有一间Nine Sea Heaven 完全是西班牙式的一个豪宅 我们也会做一个详细的house tour给那间房子 大家稍安勿躁 敬请期待 回到家了朋友们今天的vlog比较简短 但是在视频结束之前想要跟大家宣布一个重要的喜讯 我们团队 第一次历史上挤进了Color Williams全美国排名的前10名 正好是第10名 加州第一名 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成绩 Color Williams是全美国经纪人最多的公司 这让我觉得我过去一直以来在 带我团队不论是培训啊 还是push他们做这些事情 教他们更努力更勤奋 都是值得的 对 所以我要继续做好我的push king 在看我的视频的小伙伴们继续加油 当然也要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观众啊 新老客人们 是你们帮助我们获得了这样的成绩 对 但我们希望我们可以继续保持甚至更好的成绩 Lukas你也要加油哦 哇肯定可以的 但是现在我高兴了 他终于有钱可以带我去跟美国赛了 他还是想让我带来去看那个NBA 坐在场边那一排的 对 等你打到基建比赛全国的 不说 OK 你全国比赛能站上领奖台 我就带你看 Dio Dio Yeah